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部地理度假国小 公共来物国小 五级达里亚宗教学校 单容部地理度假国中 森德花园华小和谭香园国小 掌管卫生文化及遗产事务的柔州行政议员莫玛库赞表示 截至目前只有一人还留在医院接受治疗 情况稳定 而学校上课时间不受影响 不过暂时只让学生在第一和第二层楼上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照程序处理废料的工厂 十张也没有妥善处理工业废水的工厂 四张通知令和六张停工令 此外 莫莫库赞也证实 B型流感和巴西古当空气污染无关 国会消息 马来西亚新加坡技术委员会将在十月举行第八次会议 讨讨白礁岛 中岩礁以及南礁的海域界线问题 这一次会议将在我国举行 外交部副部长 Dr.Mazuki在国会社议院会议回答高原区国会议员 Dr.Mansu Offman的提问时这么表示 他指出 大马不排除再次向荷兰海牙国际法庭提出重新审核白礁岛中岩礁及南礁的主权裁决 他补充 这项申请早在去年5月23号获得马新双方的同意下提出 为了让政府聆听到年轻人的声音 清体部长塞萨迪致力推动修改宪法 让法定投票年龄改为最低18岁 如今随着在野党和非政府组织都支持这项建议 塞萨迪有信心这项修宪能够获得通过 塞萨迪发文告对所有支持修宪将法定投票年龄改为最低18岁的各界表示感激 当中包括在野党 塞萨迪说这一项修宪是一项将青年放在首位的举措 并且透过他们的参与来塑造国家的未来 不但如此 这一项修宪还是提升所有国会议员共识精神的动议 他表示 为了让国家建立更美好的未来 他希望获得国人的支持 以便推动政府强化青年 同时 青铁部也会确保提升青年的角色 以便让他们不只是停留在国会 目前这一项修宪获得朝野政党的支持 其中在野党方面 支持修宪的就包括伊斯兰党 伊清党 国大党青年团 如佛乌统 巴野拿赌区国会议员达多斯利阿曼扎黑 萧山区国会议员达多斯利摩曼纳利 林茂区国会议员凯利 以及金纳巴当安区国会议员达多斯利邦莫大 而在现阶段 塞萨店也透露 政府正在对提升青年能力和角色的涉宜展开研究 包括自动选民登记措施 修改2007年青年组织和青年发展法令 以及选举相关的法令 西蒙政府推动研发的飞行车计划 引起社会议论 但是企业发展部长达多斯利摩曼里尊表示 预计将在今年10月推出飞行车的原型 他强调打造飞行车的计划 是由私人企业出资 没有花到人民的钱 摩曼里尊是在国会下议院回答巴西副地国会议员 摩曼·杰巴比提问时这么指出 摩曼里尊表示 飞行车在我国和国际市场都有巨大潜能 如在建设、安全和农业等领域 他说 现有的法律是管制航空业 因此企业发展部 目前和交通部旗下的相关单位 才会探讨政策和法律 开拓飞行车在我国推行的空间 对于有议员质疑飞行车侵害航空安全 摩曼里尊提到 阿联酋、法国和美国都有相关政策可供参考 他也举例政府可以限制飞行车飞行的地点 政府规定电子造车司机 必须在7月12号之前 考获公共服务交通执照 但是有投诉指 及格率非常低 因为各级别只有10%到50%的司机通过考试 对此交通部长陆赵福作出否认 他透露从今年4月1号到6月30号 一共有超过1万名电子造车司机通过考试获得执照 占了整体考生的62% 陆赵福指出 从今年4月1号到6月30号 全国共有16,338名电子造车司机 进行公共服务交通执照的考试 当中有10,151名电子造车司机通过了考试 考破执照 这占了整体62% 杜赵福是在国会下院的问答环节上 回答乌统巴东德拉国会议员大多斯林曼吉尔卡利的提问时 这么回答 陆赵福补充 考生之所以不及格 是因为前方车镜的透光度少过70% 以及没有变火器等因素 因此才没能通过考试 即便如此 他还是有信心 在7月12号之前 成功考破公共服务交通执照的司机将会进一步增加 另一方面 交通部长陆赵福指出 基于电子造车服务没有基本的收费 所以收费顶价是根据市场的情况来决定 他认为如果电子造车服务收费提高 那么可能会流失乘客 因此有关的费用应该合理 并且具有竞争力 这样乘客才会选择他们的服务 陆赵福是在股会下院的问答环节上 回答巴野物沙区股会议员 流浪狗的视频引起网民大罚 质疑他们使用枪械射杀流浪狗是否违反的动物服务法令 对此农业与农机工业部长达德沙拉乎定回应指 执法官员的做法是合法的 当局也在探讨其他的有效方案 以便控制流浪狗或流浪猫的数量 沙拉乎定表示 使用枪械来控制流浪狗是符合程序 无论是医保市政厅或其他执法单位 都没有抵触2015年动物福利法令 他说如果流浪动物不受控制 那么使用武器是最后的选择 例如是狗狗或狗狗狗 萨拉乎定指出控制流浪狗 必须遵守2015年动物福利法令 根据该法令第30条文 任何人不得使用枪械射击 由部长在宪报颁布的狗、猫或其他动物 除非授权授医局在紧急时 用于疾病控制 条文也阐明 禁止射杀任何动物 除非获得授权 不过萨拉乎定指 授医局在今年2月19号 向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提交信坛 允许当局以控制动物数量为由 允许使用枪械 为了严格管控国内飙涨的房屋价格 以及让更多人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子 政府除了会建造更多可负担房屋 也会进一步探讨房地产盈利税 向房地产公司因为脱售房产和股票 而获取的盈利征税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 Tadorajah Kamaru指出 房地部将会在近期内 和州政府以及相关机构 进行磋商 讨论低成本可负担房屋计划的实施方案 他也透露 房地部建议减少州政府 向发展商征收的土地费用 并敦促州政府提供合适的地点 建造可负担房屋 Rajah Kamaru在国会下议院会议 回答三马拉汗区国会议员 如标旺的提问时这么表示 他认为房地部的措施 可以有效降低房屋工程的成本 并间接降低房屋价格 他也说 这些措施可以帮助政府和私人发展商 增加房屋供应 尤其是提供可负担房屋给人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来看国内新闻 根据马来西亚工业发展局的报告 柔佛州当选为外来投资额最高的州数 去年一共取得超过240亿令吉 和2017年的51亿相比增加了四倍 雪兰额和彭亨州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 柔佛去年的外资投资额高达240亿0360万令吉 远远抛离位居第二的雪兰额州和第三的彭亨州 雪兰额州取得100亿8370万令吉 彭亨州则是70亿5710万令吉 柔佛州国际贸易投资级公用事业委员会主席潘伟斯透露 印尼是柔佛州边加兰最大的外资 该国一共投入80亿4600万令吉的投资额 荷兰居次在柔佛州投入70亿5700万令吉 中国位居第三一共录得20亿8400万令吉 中文字幕提供在柔佛州边加兰 潘伟斯是在柔佛州第十四届立法议会上这么表示 他指出柔佛的石油工业取得最高的投资额 一共录得111令吉 电力和电子工业则位居第二 录得80亿3150万令吉 潘伟斯也说 目前有将近十家中国企业有意在柔佛州进行投资 柔佛州政府计划在今年7月率领代表团到美国招商 以便吸引更多美国企业到柔佛州投资 潘伟斯表示 柔佛州政府乐观看待中美贸易战局势 对柔佛州投资氛围产生的影响 并相信州政府从今年3月起率领三次招商团的返华行程 可以在今年底带来成果 财政部长林冠英正在中国进行官式访问 他说马中两国财政部共同探讨我国在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券的课题 同时我国将会同更多银行了解熊猫债券的细节 林冠英是在与中国财政部长刘坤举行会议后 在金融街的一家酒店举行马来西亚政府投资者见面会与中资共进午餐后向媒体发表谈话 为了鼓励双边投资者相互投资 林冠英建议马中两国成立一个特别管道来接洽和处理投资者的问题 这也就是说大马设立一个特别管道给中国投资者 而中国财政部也能够有这样的方便来给大马投资者以解决他们的问题 他说一旦设立这个特别管道将会进一步加强马中双边贸易 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所强调的合作共赢 行动党资深领袖林吉祥今早拜会首相Don Maria共同商讨国家议题 整个会面大约45分钟 行动党教育局主任刘振东在脸书分享了林吉祥和Maria在首相办公室会面的照片 刘振东在贴文中写道 西蒙的建议和巩固是以他们几位领袖的领导和团结作为基石 放眼重建大马成为强盛和有尊严的国家 并让国人以身为大马人而骄傲 滨城州政府有意把先租后售房屋计划扩展到全部县市 以帮助弱势群体尤其是B40低收入群体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滨城州房屋发展及地方政府委员会主席Jadib Singh指出 在这项计划下 州政府将会建售2000个廉价和中价单位 Jadib Singh补充这项防护计划 开放给没有固定收入 以及没有收入证明的人士购买 尤其是那些贷款遭到银行拒绝的首购族和B40低收入群体 他们只需要符合规定的几项条件 就可以向州政府提出申请租购这些单位 吉达州政府有意在弗洛交易推行种植蔬菜计划 以应付当地酒店的食材需求 由于弗洛交易的地段有限 目前州政府正在鉴定适合的地点 利用空置的建筑物和空地来种植蔬菜 同时也将采用科技新方法种植蔬菜 吉达州农业及农机工业部 事务委员会主席阿赞表示 种植蔬菜计划将能够提升 弗洛交易的农业 这项计划不但引起农民的兴趣 许多商家也有兴趣栽种蔬菜 阿赞指出 弗洛交易作为旅游胜地 不能一直依靠外地供应蔬菜 而本地生产的农作物 将会提供给当地酒店作为食材 阿赞表示 州政府将会善用空间种植蔬菜 并且采用科技法种植 也就是生物有机水耕法和水耕栽培 首相德玛丘也曾经表明 由于将弗洛交易打造成糯米生产岛 阿赞透露 除了蔬菜 当局也会种植斑兰香叶和糯米 由登教楼州政府打造的 东南亚第一座开关吊桥 设有两栋15层的高楼 是该州的新地标 当局相信将会吸引许多游客 到那里拍照打卡 但是基于安全考量 登州校长局将会成立一支特别行动部队 在当地驻守 以应对可能发生的任何紧急情况 这座耗资2亿4800万令吉打造的吊桥 设有两栋15层的高楼 里面设有餐厅和展览厅 游客除了可以登上高楼的展览厅 俯瞰登下楼盒的风景 也可以乘坐观光船在河上欣赏美地的吊桥 及河畔景色 但是为了确保没有安全隐忧 校长局将会派出一支特别行动部队 驻守在这个新地标 以防有任何紧急状况的发生 摩曼索基汉萨是在登家楼 消防级拯救大楼 出席开车节门户开放活动后 向媒体发表谈话 昨天傍晚有人目睹一名中年男子 在北海前往冰岛的渡轮上跳海 虽然警方接获头报后 立即展开调查和搜寻 但是一无所获 结果今早该名男子的遗体浮出海面 被渔民发现 遗体随后被送往医院进行解剖 死者证实为47岁的谭姓男子 是一名物流代理经理 已经和妻子离异 拥有两名孩子 这起案件是在昨天傍晚6点左右发生 事发时有人目睹一名男子跳入海内 而渡轮抵达码头时 渡轮上有一辆本田城市轿车 被发现司机失去了踪影 警方在接获渡轮码头辅警的通知后 着手展开调查 在车内收获一张身份证等物品 相关单位也开始进行搜寻 直到晚上8点 并在今早8点继续打捞工作 渔民今早在新关子角附近海域 发现服事后向消整局投报 消整局动员将尸体打捞上岸 并送往事布朗在野医院太平间解剖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09条文 从自杀的角度调查这起案件 吉打州爆发的疾孔肯亚症在6月30号之后 没有出现新病例 37名患者目前的情况稳定 没有大碍 吉打州卫生局主任 在文告中指出 亚罗士达伊布拉辛路保持30宗确诊病例 新邦瓜拉一带保持7宗病例 而卫生局在疫情爆发后 立即在疫区喷射文物 并采取防范及控制疫情措施 目前当局已经派源到涉及有关病例的 434个建筑物进行检查 新邦瓜拉一带的灭文行动还在进行中 目前已经检查了281个建筑物 努医赛指出 当局在1975年消灭带军昆虫法令下 对相关人士已经开出了16张罚单 罚款数额是8000令吉 罗佛苏丹后Zarizofia前往罗佛州西加墨 探访一名14岁罹患骨癌的青少年 并通过资金援助 希望可以减轻他的医疗负担 同时也祝愿该名青少年早日康复 罗佛苏丹苏丹伊巴赫和苏丹后Zarizofia 从去年开始关注身患骨癌的Adoazin 苏丹后在这一次的探访中 也将一张支票交给该名少年的母亲 希望帮助他们支付接下来的医疗费用 该名少年将从这个星期开始 在吉兰丹州理大医院接受治疗 Adoazin来自一个小康之家 父亲是一名货车司机 母亲则是一名家庭主妇 夫妻俩育有三名孩子 Adoazin是在西加莫一所国中就读中二 今年一月在医生的劝告下 他就留在家中休养 没有再到学校上课 《野蛮游戏3》全面晋级 是一部美国动作冒险喜剧 估计将在今年12月上映 新闻结束前一起看看电影的首个预告 我是张忠林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